在刚结束的第一学期里 我们摄影专业一共外出拍摄了风景六次 我最喜欢的是第五次 那天我们先去了Buffalo Land Province Park 看了北美的野牛 他们看起来非常强壮 头非常大 临走之前我们发现 同学镜头上居然有支柱 看完野牛 我们去了附近的Harvey Mall World Life Secretary 这里有一大片的森林和一个湖 秋天的时候透过树叶 看波光淋淋的水面很漂亮 走进树林里看到的溪流 也让我想起来 很多年前东北老家的山里 可能也是这样 我太喜欢这溪流了 我一直盯着水里的波纹看了很久 它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 想起了东北溪流里的喇骨 林蛙 虽然我没有找到它们 但我确实找到了属于东北的另一样 极具特色的食物 那就是真魔 这个好像是真魔呀 经过最终和老家父母的确认后 我装了一些在口袋里带回去 那天要是有个框 我估计能装个十几斤回去 那天回家后配上带来的人参 我又喝上了人参鸡汤 这让我想起了第四次外出剧的 Ornwell Corner Historical Village 在那里我发现了我们东北吃的苦姑娘 还发现了压水井 他们这个上面没有加水的入口 就一直压就能出水 那天去的最后一个地方是Nox Dam 是一个水库 我觉得到了这里才真正体会到加拿大该有的自然景况 大片的森林 湍流的河流 还有这水坝形成的小瀑布 这次的外出也为我供下了第一次挂在学校走廊展示的作品 我在这两幅中犹豫了很久 最终选择了水库边枫叶的那幅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终于坐了一次副驾驶 让我拍到了公路上的风景 但副驾驶总会避免不了和司机聊天 那天跟老师聊的最多的是路上看到的拉土豆的大火车 我会变得更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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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